好,大年初四清洁队开工了 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队部发赠开工的红包 市长表示,在短暂的休假之后又是辛苦的任务开始 他其勉同仁继续加油,做好环境清洁维护的工作 也提醒大家执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 短暂休息三天之后,清洁队员又要讲开繁重的垃圾清运任务 花联市长魏佳燕出示早上前往清洁队部发赠红包 勉励同仁们继续加油 我们今天其实是开工日 也发了开工小红包给我们所有的队员 今天也要感谢麦当劳,杨董市长 也发放了我们所有队上的麦当劳的汉堡 给大家作为开工的一个小礼物 让大家吃得早上比较有精神 刚刚也跟我们所有队员勉励 那也希望说他们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 那还是要再找时间好好休息 那我想在小年夜的那一天 我们平常的工作是两倍的一个时间 那当天下午家宴也有亲自的慰问我们所有队员 他们比平常多收的时间还要晚还要晚才回家 然后才能回去过年 那今天开工也一样 我想今天的垃圾也是平常的好几倍 那也勤勉他们在工作的一切平安 那也一定要注意可能有一些玻璃啊 可能有一些铁片啊 都要好好注意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清洁队在今年都一切平安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累积三天垃圾量将达到130公顿 今天我们出勤的清洁队人员总共55人 来负担我们全花蓮市的垃圾的收运 那我们预期今天的垃圾量应该会跟小年夜的那一天 差不多大概在130公顿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量的一倍 开工前市长发送红包 麦当劳花蓮店也制正热腾腾早餐 希望队员们吃饱之后有充足能量 能够继续完成重要的垃圾清云工作 借了会欢迎市报道